这个抑郁症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 它也分五种 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经络系统造成的障碍 有心欲、有肝欲、有肺欲、有脾欲等等 这是从生物能量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在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讲 它也有五种不同的生物化学的类型 比如说甲基化不足、甲基化过度、比落料症、铜过量、心不足 包括其他的像中金属的问题、肠道的问题和慢性炎症 这也是有五大类不同的生物化学的区别 所以治愈症它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抗疫与药物也是针对不同的神经地质 有的主要是针对多巴胺的 有的主要是针对血清素的 有的主要针对去甲肾上腺素的 现在还有针对骨氨酸的、针对GABA的等等 所以无论是从能量上、生物化学上和药物方面 它都是有分类的 所以每个抑郁症和焦虑症病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个性化的治疗 最近有一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 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确有不同的类型 这个研究用了什么方法 它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对我们大脑和行为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去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这个研究它是用功能性的核磁共振来进行治疗的 那么所谓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呢 是通过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些功能性的刺激 不论是视觉的听觉的还是认知的 然后看看它大脑的不同部位 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反应来判断的 那么这个呢 具体的细节呢 我们就不多说 那我们看看它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另外呢 我们也举一些这种类型的病人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那么同时呢 这种病人如果他要需要治疗的话 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比较合适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如果您本人或者亲朋好友 有患焦虑的抑郁的 那么这个视频呢 对您就非常的重要 就像人要修理汽车一样 你预期猜测问题在哪 还不如把这个盖子揭开 检查一下 这个引擎盖底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样的呢 准确的了解问题的所在 那么最新的这个研究呢 发现了焦虑症和抑郁症啊 实际上是有六种不同的神经生物亚型 那么这就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 为每一个人的量身定制一个治疗方案 那我们就用现实中的一些案例 和治疗的建议呢 来看看这六种生物类型呢 都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种生物类型呢 就是他的所有的大脑的回路啊 都是超级的活跃啊 比如说啊 这45岁的约翰 他的大脑呢 就像一个繁忙的机场 所有的航班都延误啊 乘客们都惊慌失措 那么约翰呢 他常常感觉到不堪重负啊 难以集中注意力 经常情绪爆发 所以呢 他的症状就包括了过度的担忧 容易发露和睡眠方面的障碍 那么对约翰这样的一种 所有回路都过度兴奋的怎么办呢 那就是首先呢 就要做行为方面的治疗啊 就像机场呢 需要一个很好的空中交通管制一样 他也要需要通过认知行为的疗法 来帮助管理 他的压抑感和提高他的注意力 另外呢 就是通过神经反馈的方法 想象这是在微调机场的雷达系统啊 我们用定量的老电兔指导的神经反馈呢 可以帮助调节他过度活跃的 大脑的回路的活动 从药物上来讲 选择性的SSR 像lexa Pro这样的 就可以呢 起到一个镇静和缓解焦虑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二种生物类型呢 就是他的注意回路啊 他的活性很低啊 比如说30岁的Emma 他的大脑就好像处在一个低能量的模式 所以他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注意力不能集中 情绪呢 非常的紧张 有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冲动的行为 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 我们也需要做认知行为的疗法 帮助他理解自己的行为和思维的方式进行改善 最重要的是呢 可以对他进行投卢磁疗啊 这就像启动一个车一样啊 这投卢磁疗啊 他是针对这个注意回路进行刺激 增加他的活性 从药物上来讲 有些能够让大脑兴奋的药物 包括刺激多巴胺和血清素的药物呢 都很有帮助啊 就像给他提供了燃料 能够增强他的注意力 减轻抑郁症状 第三个就是情绪的回路啊 活性非常的高啊 比如说38岁的Michael 他的情绪温度啊 过度的活跃 这个结果呢 实际上是让他大脑产生了一种 严重的感觉缺失和情感的麻木 实际上他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功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在行为上啊 要鼓励这个Michael 参加更多有意义的活动 在药物上呢 像文拉法新啊 Pristique啊 Sambalta啊这些 都可以帮助管理 抑郁和焦虑的症状啊 这样的话呢 可以平衡啊 他的过度的精神活动 当然神经反馈呢 是非常能够有效的调节 过度的情绪反应 改善这个情感的处理的过程 就像微调一个 非常敏感的报警系统一样 那么第四种生物类型呢 就是认知 控制这个回路的活性很低 像50岁的Sarah 她呢就感觉到 她的大脑啊 这控制中心的能量不足 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认知方面的控制比较差 认知行为疗法 可以帮助她 升级她的控制系统 改善她的认知和情绪的调节 精卢磁疗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她可以对认知回路 进行透露词疗 增加她的活性 那么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的组合啊 对这样的病人呢 就比较重要 第五种生物类型呢 就是认知控制回路啊 活性过高 28岁的David 他的大脑总是处在一个过度的驱动状态 特别是在社交场合 所以呢 他就会表现了高度焦虑 难以管理自己的压力 所以他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呢 以及人际关系啊 都有困难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 我们要鼓励他啊 做正念减压疗法 那么经常啊 打坐冥想啊 可以帮助减少焦虑和改善情绪的调节功能 药物上呢 有一些药物啊 像这个文娜法新啊 Sabota Pristique这些呢 也可以减薪焦虑啊 改善这个认知上面的控制 就像这个高速列车啊 它需要有一定的稳定和控制的机制 神经反馈呢 也可以通过调节过度活跃的 这个认知控制的回路呢 改善大脑对压力的管理 也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第六种类型呢 就是混合的 混合的联通性和激活的这样一个模式 35岁的安娜 她的大脑呢 就像一个复杂的混合信号网 经历情绪波动 难以集中注意力 并且呢 有严重的焦虑和惊恐发作 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生活 对于这样的病人呢 我们要用综合的治疗方法 结合认知行为疗法 正念疗法 图炉磁疗和神经反馈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给她提供比较好的服务 那么药物方面呢 更加需要进行个性化的药物治疗 像使用这个SSRI的治疗抑郁 用β组织剂治疗焦虑 所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 可以制定比较独特的治疗计划 另外呢 定量老电图啊 指导下的神经反馈呢 是非常有效的 对于这样的复杂的病人呢 这种做法几乎是必须的 总而言之吧 通过识别这些具体的 电声里的不同的雅心呢 我们可以更精准的为每个患者呢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提高它的治疗效果 减少传统的试错法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挫败感 这个研究啊 它为我们精神病学领域呢 提供了一个精确 临床护理方面的重要基础 如果您在这方面 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